吴磊、赵露丝两人私下关系被曝光 没想到柯的顶级撕屁竟然是真的 今天先和大家聊一个爆炸性的八卦 吴磊最近自爆突然爱上了喝奶茶和吃炸鸡 这是个什么情况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要知道咱们的小吴老师可是出了名的养生boy 为了保持身材可是连奶茶都不碰的呢 但就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 吴磊却表示 我太错了 人生不能没有奶茶和炸鸡 就是太好吃了 这突如其来的叛逆言论 可把网友们给整猛了 纷纷猜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很多人就把目光投向了和吴磊传过绯闻的女星赵露丝身上 毕竟人家可是出了名的奶茶控 小编仔细一查 发现赵露丝不仅曾经晒过自己手捧奶茶的自拍 就连最近拍戏的时候 也被拍到在片场喝手摇呢 这么巧合的口味 再加上之前两人在星汉灿烂里的甜蜜互动 怎么看都有点像是热恋中的小情侣啊 当然啦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吴磊只是随着年龄增长 开始学会放松自己 享受生活中的小缺性而已 毕竟咱们的小吴老师一直以来都太严格要求自己了 工作繁忙不说 就连平时的饮食都要严格把控 真的是有点辛苦呢 现在偶尔放纵一下 吃吃炸鸡喝喝奶茶 也没什么不好的吗 再说了 谁还没有个垂涎美食的时候呢 就连小编自己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呀 但是呢 咱们也要注意 虽然偶尔放纵一下没问题 但是长期大量摄入高热量食物 对身体健康还是有影响的哦 而赵露丝最近的素颜照那可真是绝了呀 那皮肤白白嫩嫩的 好像会发光一样 眼睛也是水汪汪的 整个人看起来清新又自然 真是美到让人惊叹 这素颜状态也太能打了吧 赵露丝最近新post出来的素颜照 更是再一次打到了大家的心巴上 把所有的可怒力们都迷得不要不要的 青都的小嘴 水淋淋的眼 清清爽爽的模样 元气十足呀 还有这调皮可爱的娇俏模样 这不就是从偶像剧里偷跑出来的邻家少女吗 怎么样 美美搭又元气满满的露丝 你心动了吗 值得一提的是 有网友的仔细观察下 发现了照片中的一些一点 非常值得人深思 一张照片里 有一张抱着赵露丝狗狗躲躲的照片中 有个男尸手臂 结果这位男尸手上的配饰 居然和吴磊手上的配饰 极为相似 而且在手上相同的位置附近 也有着一丝相同的伤痕 被扒出手指跟吴磊是同款月牙形 手臂之的位置 以及右手食指和中指的褶皱也一样 这个发现无疑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手臂的月牙形状 手臂之的位置 右手食指和中指的褶皱 这些都是独特的身体特征 无法复制 无法伪造 这些细节的一致 让人们不禁开始猜测 这个男士就是吴磊 因此断定他俩肯定是在谈 果然 在人均柯南的网友面前 是没有什么细节 能够逃脱大家的法眼的啊 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真相了 而且居然还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热搜词条 无路可逃 真的是被你们的细心和脑洞给折服了 网友们看完这个视频 也是笑翻了天 还有前段时间 赵露丝 吴磊二人 前后相隔不到十分钟进入上海机场后机 而细心的网友可能也都发现了 吴磊当天的鞋子和赵露丝当天穿的鞋子竟然是同款 只是颜色不同罢了 累累的是黑色系 赵露丝的则是白色系 黑白配色简直要配一脸 直到今日才发现 原来吴磊赵露丝他们早就有迹可循 更劲爆的消息来了 之前就有网友偶然拍到吴磊赵露丝私下约会 并且 照片当中 吴磊手捧鲜花 一脸急切地向赵露丝跑去 吴磊那迫不及待想要跑到赵露丝面前的样子 他的表情 他的动作 都透露出他对赵露丝的深深思念 看到出来吴磊很想赵露丝了 他们的这次私下见面 并没有像他们在公众面前的那样光鲜亮丽 不过 咱们就是说 两人私下里偷偷见面 吴磊却没有忘记给赵露丝带来仪式感 光看吴磊手捧鲜花 急切地向赵露丝奔跑 这一切都证明了吴磊对赵露丝的深深爱意 吴磊真的是爱惨了赵露丝 吴磊什么想要给赵露丝最好的 手捧着鲜花 带着我的思念向你奔去 天哪 这不就是小说情节吗 真就是小说照进现实 真的甜到小编了 还有端午吴磊赵露丝两人大秀恩爱 时隔11年后的端午节 吴磊在端午节再度营业 而赵露丝饰演端午这个角色 恰好也在端午节这天过生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吴磊选择在私下里偷偷宣示主权官宣 同时 吴磊也没有忘记为赵露丝的新剧进行宣传 吴磊在端午节那天 穿上了一套与赵露丝模特搭配的上装 他们的这个行动 虽然看似微不足道 却在细节中展示了吴磊赵露丝之间存在的特殊联系 吴磊和赵露丝通过微妙的方式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 吴磊赵露丝的行动 虽然微妙 却充满了深意 吴磊通过他的穿着 暗示着他与赵露丝之间的亲密关系 可不就是私底下偷偷秀恩爱吗 吴磊指不定就是为了秀上衣 才出来营业的 不过小情侣分一套衣服穿怎么了 穿同款鞋子怎么了 并且在当天吴磊当众表白赵露丝 并称无路可逃天下第一 吴磊在大荧幕上向赵露丝投屏表白 他大胆地说出赵露丝挚爱自己的事实 还称他们两个为吴磊 并自信地宣称他们是无路可逃天下第一 这宣誓主权的样子 简直不要太甜 吴磊不仅敢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还敢于公开表白 吴磊赵露丝都在暗绰绰地宣誓主权 小编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反正小编已经磕声磕死了 然而在这本污浊又混乱的娱乐圈 竟然在这看到了浓烈又隐晦的爱 少年的爱胜过所有 露丝一路走来不容易 遭受了数以百计的骂骂侮辱 跌倒又爬起来 无论是被骂到抑郁 又或者是被同行背刺 他永远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最阳光快乐的一面展现给我们 从来没有后悔过一刻选择她 家庭给她的爱足够成为她的精神内核 成为一个坚强努力上进的一个女孩 回望往事 仍然记忆犹新 赵露丝作为一个年轻的网络红人 她曾经遭受过无数的非议和质疑 有人认为她只是一时的网络现象 注定会很快被大众遗忘 也有人对她的表现嗤之以鼻 认为她缺乏专业素养 男友作为 面对这些质疑和挑战 赵露丝从未气馁 她默默咬紧牙关 一边继续努力钻研自己的演艺技能 一边坚持在网络平台上传作品 与粉丝互动 她深知 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 才能真正获得大众的认可和尊重 于是 赵露丝像一头孤勇的战马 勇猛地投入到了表演艺术的修炼之中 她参加各种培训班 虚心向资深演员请教经验 不知疲倦地练习 一次次磨练自己的演技 她的努力终于没有被辜负 在一个重要的舞台上 她全情投入 尽情绽放 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真正喝彩 也终于获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从那一刻起 赵露丝的演艺生涯就像一颗玉水的种子 迅速发芽 生根 茁壮成长 她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星 开启了通往明星之路的崭新征程 但她并没有因此而自满 反而更加勤恳刻苦 积极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不断挑战自我极限 让自己的演技飞跃时提高赵露丝明白 成功只是一个新的开端 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 有时会遇到挫折和失败 但这从未击垮过她 相反 她更加坚定地直面困难 用自己的实力和勇气一次次战胜之一 正是凭借这股不屑的毅力 她终于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又努力换来了今天的成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